歡迎來到華視聰明氣象 帶你來關心天氣氣象局 今天針對了輕度颱風 彩雲發布了海上警報 透過他的可能路徑圖 我們可以看到在四號 明天的傍晚五點 他的位置在這裡 而到了後天的清晨 這段時間是預計 他影響我們最大的時候了 我們仔細一看 可以看到他的中心 好像離臺灣恆春半島 是非常的近 到時候會不會登陸 甚至是發布陸上颱風警報呢 氣象局說我們還要試 他的這個輕度颱風 會不會減落 甚至會減落成一個熱帶性 低氣壓嗎 到時候都還是要持續的來觀察的 不過他一定會為臺灣 帶來一些水氣 就帶你來看到雨區預報圖的部分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可以看到水氣還是少 在西半部的沿海地區 還有山區 還有恆春半島 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但是到了明天白天開始 西南部的地區 這降雨就會明顯的增加了 甚至在中午的前後 在各地的山區 還有大臺北盆地 這個雨勢就會變得比較的強 有短時的強降雨 而這降雨的時間會比較長 範圍也會比較廣 而各地的沿海都要留意 強陣風的發生 接下來帶你來關心 明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測 吉隆 海北 新北27到33度 降雨機率70%到90 桃園 新竹 苗栗 27到33度 降雨機率20%到60 台中 彰化 南投 27度5到33度 降雨機率30%到60 明天白天開始 新南部的降雨就會增加了 27度到32度 荷雄屏東27度到33度 降雨機率40%到50 宜蘭 花蓮 台東26到31度 宜蘭要留意強降雨 馬渡 金門 澎湖 27到32度 要留意風浪 最後聽小丁寧 帶你來看到這幾天的天氣變化 剛剛說過 明天的白天到後天的清晨 這一段時間是 颱風影響我們最大的時候 它會帶來一些水氣 而在颱風離開之後呢 預計影響我們的就是 滯流風面了 在星期六到星期一的 這一段時間 它也會帶來一些降雨 這封面預計在星期二 星期三會稍微的遠離我們 又會恢復成各地晴朗多雲的 天氣形態了 以上的天音資訊提供給您